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是巴人 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此后 约阿师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便召聚众祭司和立位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 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 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 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 只是立位人不急速办理 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 对他说 从前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为法贵的账目 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 你为何不叫立位人照这里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 因为那恶父亚他利亚的仲子曾拆毁神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 供奉八例 于是 王下令 众人坐了一柜 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将神 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 给耶和华送来 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 投入柜中 直到捐完 在这里呢 我们看这个约二十 就是实际上他当时被藏在神的殿里的时候 只有一岁一个小婴孩 所以呢 就是他的儒母和他一起 那么他在殿里藏了六年 到七岁的时候登基 在耶路撒冷坐往四十年 就是到他四十七岁 他母亲是别十八人 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大人 别十八因为是这个犹大国的南面嘛 那么这个祭司耶和耶大呢 是约二十的姑父 实际上 就是因为是他的姑姑啊 是吧 就是是他的父亲的同父 异母的姐妹 那么这个也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就是姐妹啊 那么他的姑父耶和耶大 你像他当基的时候只有七岁 所以说实际上辅佐他的应该是这个大祭司 耶和耶大 所以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对吧 在世的时候 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那当耶和耶大 此事之后呢 此事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是吧 我们后面马上就要读到啊 那么耶和耶大呢 还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就是他的两个妻 我不知道约阿师到底有几个妻啊 这个历代之里没有写啊 但是告诉我们耶和耶大 为他娶了两个妻 然后呢 约阿师此后 就是应该是长大了一点啊 那么他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为了什么要重修耶和华的殿呢 因为厄父亚他利亚的种子 曾拆毁神的殿 而且呢 又用耶和华殿中 分别为圣的物来供奉巴利 那也就是那样 那些圣物就不洁净了嘛 所以说耶和华的殿要重修 然后耶和华的殿里面的那些 那些所要用的器物 也要重新打造 这个其实目的是好的 就是为了修神的殿呀 是吧 为了给神的殿里的一些器物 重新呢就是打造捷径的 是吧 但是约阿师他怎么做呢 他一开始呢 他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那这也是属于要为耶和华这个做好事了 是吧 于是呢 他就召聚祭司和立位人 对他们说呢 他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 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 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 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 有人可能咬文嚼字 说啊 这个你们神的殿 难道神不是约阿师的神吗 当然是了 因为你要注意 约阿师这是在对众祭司和立位人说的 因为这个耶和华就是这些立位人的产业呀 因为立位人 这个因为那些祭司也都是立位人吧 是吧 那么这里说众祭司和立位人 就是把他分开 就是众祭司就是指那亚伦的后裔 立位人就是指的其他的 除了亚伦之外的那些立位人的后裔 那就是这些人呢 这个神 侍奉神 然后这个打理神殿 是吧 等等这些是你们的事情啊 是吧 耶和华 神是你们的产业呀 所以说你们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约阿师王吩咐他们 你们呢 往犹大各城去干嘛 使以色列众人 捐纳银子 就是说什么 让他们到犹大各城去收税 这个立位人 是不是立位人的指负啊 指负呢 当然不是了 立位人怎么可能说变成 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 税官呢 是吧 怎么能变成税吏呢 所以立位人不急俗办理 那立位人 那王说了 好 那走了 出去了之后 谁也不出去 谁也不到各城去收税 是吧 收捐 于是呢 约阿师发现 哎 没办法 于是呢 就召了大祭司 耶和耶大来 就对耶和耶大说 他说 我这 我这做的 我想重新 耶和华的店 是吧 从前 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不是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是吧 也不是为法贵的账目 和以色列会众定捐项 你为什么不叫立位人 照这里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 带来做店的费用呢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吧 那你看他之前 是让祭司和立位人 到犹大各城 去使以色列众人 捐纳银子 是去收税 而现在呢 你看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约翰师 还是呢 就是反思的 是吧 他发现 为什么立位人 不愿意去做呀 哦 看起来是我这个方法 有问题 是吧 我应该呢 向摩西学习 是吧 想当年摩西 为法贵的账目 是吧 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 但是他不是去 一个挨家挨户收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让那些 以色列会众 来自己主动捐献的 你去收捐 收税 和让众人来主动 自己来捐献 这个是本质上的差别呀 是吧 所以呢 他就说 你为何不叫立位人 照这里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 带来做店的费用呢 他呢 就是还是说 这个立位人应该听你的 你是大祭司 是吧 你怎么不让他们去做呢 于是 王下令 众人坐了一柜 放在耶和华店的门外 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 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 给耶和华送来 那从这里 我们没有看到耶和耶和耶大对约阿师说了什么 但是呢 我们从下面约阿师下令所做的事情可以 揣测 耶和耶和耶和耶大应该是对约阿师讲了一些 就是不要去让立位人到各城去收捐 是吧 而应该让 让什么 让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百姓自己来自愿的捐献 因为 大家想想 摩西五经里面不是也有记载吗 是吧 他还是你是说你们每个人要怎么样 要 要甘心乐意的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 一个科捐杂税 所以呢 约阿师就改变了他的方法 下令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店的门外 然后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说说你们可以呢 把你们想当初像神人摩西在旷野吩咐以色列的捐献一样 是吧 给耶和华送来 通告犹大各城的百姓 那些耶路撒冷的百姓 以色列的百姓 是吧 就是我们准备要重修神的殿 是吧 你们如果有捐献 你们就自己捐过来 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将银子送来 投入贵中直到捐完 那这件事情啊 就是重修耶和华的殿 这个变化 其实可以看到约阿师的一个特点 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其实身上有我们 每一个普通人都有的那个弱点 就是什么呢 享用自己的所谓的热心 就是要表现 你看我有多么爱神啊 是吧 我有多么爱主啊 我要为主做事情啊 是吧 然后当我在为主做事情的时候 就会呢 凭己 但凭己 你们列位人祭司 你们快去 到各城去 这个收银子 回来就好 侍奉你们神的殿 急速办理这事之前 大好事 对吧 其实我们想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不仅约阿师是怎样 大家想一想 当初亚伯拉罕 做过这样的事没有 做过呀 亚伯拉罕 神说了 耶和华说了 我要有儿子 是吧 我的子孙后代 要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样多 我这个七八十岁了 还没儿子 怎么办呢 跟老婆商量 老婆说 这样吧 你把我的使女 这个收了 让她给你生吧 可能我生不出来 然后生一个 伊士玛丽 谢谢 有耶和华 好多年都不在亚伯拉罕 面前显现了 这个就是神告诉你 会给你儿子 你就 你就等着好了 时候到了 自然会给你 为什么你要自己 跟你的妻子的 使女去生儿子 是吧 其实你像亚伯拉罕 除了那个之前 他还什么 带着罗德呀 是吧 他是侄子 然后后来路上 还收养一个 一个孩子 他觉得 应该是他吧 上帝说 不是 是你生的 结果呢 就 好吧 那我就跟 埃及人 下家生一个吧 耶和华 是你跟你的妻子 萨拉生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例子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的举了 大家如果忘了的话 那就去把前面的圣经 复习一下 因为很多人 你可能是第一次读圣经的话 你可能读到历代至下的时候 你已经发现前面的 创出历民生 什么约书亚记 诗诗记 撒门记 什么的 不记得了 是吧 要经常的复习 温故而知心 那么 这是他身上 约阿师身上 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 都会有这样 实际上是什么 还是 小心 小心的人 你才会想着自己动脑筋 你要是相信神的话 你就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 然后 交托在神的手里 是不是自己不做事啊 不是 是自己做事 但是你自己做事 是不要是预出神的规定 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 在神的律法中去做事 你比方说 亚伯拉罕 你说你要生儿子 那你怎么生儿子啊 你要跟你的妻子 撒拉 要行夫妻之事 对不对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但是 你不要跟 除你的妻子 除你的妻子 撒拉之外的其他的女人 行夫妻之事 去生儿 生儿子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做事情 你要做正确的事 而不能凭借你自己的心意 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们去 利维仁祭司 利维仁祭司 是去收税的吗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又能看到 这个约牙师 好像也能够做到什么呢 利维仁不做 是吧 那么他呢 就召了耶和耶大来 大祭司 然后就问耶和耶大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 是吧 我跟摩西 当年做的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很明显 耶和耶大应该是告诉他了 是有区别的 是吧 摩西没有说 让亚伦父子去收捐 是吧 而是让以色列众人 来主动的自己捐献 要心甘乐意 然后约牙师马上就 于是就修改了自己的做法 我们就能看到 人对他是有影响的 是吧 应该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他就能够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正的事 即使是有的时候 然后想 按照极异 大发热心 做这做那 但是当耶和耶大跟他 有交流之后 对他进行一些指导之后 他就会调整 那么问题就来了 耶和耶大可以影响他 是吧 那么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还是其他人也可以影响他呢 因为他做什么事 他不是完全照着什么 照着神圣的律法书 是吧 在当时约牙师的那个时代 那个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啊 是吧 他没有照着那个去做 他还是从人去做的 那么既然从人去做 他如果从大祭司 耶和耶大去做 就会是行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可是如果大祭司 耶和耶大死了 一个能够朝着行正道的方向 引导他的人死了 那么如果来了 朝着行恶道的方向 引导他的人呢 因为他没有把圣经 神的律法 当做自己的标杆 他没有向着标杆直跑啊 他是把人当做自己的依靠 人都是靠不住的呀 为什么 就算耶和耶大一生正直 但是他必定有一死啊 对吧 所以我们不能靠人啊 我们看 另一位人见银子多了 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私事面前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 来将柜到空 仍放在远处 日日都是这样 积蓄的银子甚多 王与耶和耶大 将银子交给耶和华店里办事的人 他们就雇了石匠 木匠 重修耶和华的店 又雇了铁匠 铜匠 修理耶和华的店 工人操作 渐渐修成 将神殿修造的 与从前一样 而且甚是坚固 工程完了 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 拿到王 于耶和耶大面前 用于制造耶和华店 供奉所用的器皿和条羹 并金银的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在耶和华店里献凡计 耶和耶大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死的时候年130岁 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 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又侍奉神 修理神的殿 所以我们看这里就很有意思嘛 每次就讲是王 与耶和耶大 交给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把其的银子 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 然后就讲 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在耶和华店里先反击 然后就讲 耶和耶大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而死 死的时候年130岁 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原来 因为我们知道 约阿师七岁登基 然后做了40年王 是吧 那么耶和耶大呢 死的时候年130岁 大概我们其实可以推想 当耶和耶大 扶住约阿师为王的时候 那时候至少应该也要90岁了 对不对 这你想啊 就算他他100岁的时候 扶住他做王 那你想这个 他130岁 也死了 那么他跟他同时 是吧 就是在位 约阿师在位30年 耶和耶大一直辅佐他 那后来约阿师还要有10年 自己做王 对不对 但是啊 我这个只是一个讨论啊 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资料啊 那上耶和耶大是这个 我们从读圣经以来呢 我们看好像 哎呀 摩西五经之后 一个年龄活得最大的人了 是吧 哎 他他甚至比这个摩西活的年龄都大 是吧 摩西只活了120岁啊 是吧 他活了130岁 那么他是大祭司 对吧 哎 这是属于寿终正寝啊 日子满足而死啊 死后呢 却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 也就是说 他在众以色列人中啊 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啊 那么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 侍奉神 修理神的殿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其实修理神的殿 主要是由耶和耶大来主力的 那么他死了 葬在了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 啊 那么 约阿师就一个人做王了 是吧 啊 那么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 王就听从他们 他们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他们这罪 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先知警戒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 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 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他就站在上面 对民说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干反耶和华的诫命 以致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 就照王的吩咐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 约阿师王不想念 撒加利亚的父亲 耶和耶大 向自己所施的恩 杀了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 说愿耶和华 监察神愿 急转直下 是吧 所以呢 你看 如果一个人 他呢 是听从人 倚靠人的话 这就很可怕 所以我们呢 我们做这个 老师啊 是吧 做父母啊 长辈啊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也是要这样啊 我们不能说 哎 我们活着 是吧 我们就好好地养育 我们的孩子 然后好好地管理他们 是吧 让他们走正路 是吧 你要知道 总有一天 你是会死的 这是你看 耶和耶大 是吧 他活了130岁 他从这个小孩子 一周岁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 就来养育他 到七岁的时候 扶他 做了王 然后又一直 辅佐他 给他娶妻 是吧 然后呢 帮助他 这个重修圣殿 这个做一系列的事情 但是 人必有意思 当他130岁 受数满足而死 死了之后 约阿师呢 就去听从 那犹大的众首领 听从他们一起 离弃耶和华列祖的神的殿 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 不但如此 而且 面对神派前来的众先知 说神仍前先知到他们那里 这个先知 在原文中是一个附属 就是先知们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神不止派了一次 一个 神实际上是有丰盛的慈爱 就是要警戒他们 要让他们悔改 引导这些背弃神的犹大人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然而他们却不肯听 然后呢 神的灵又感动 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就说 你们为何干犯 耶和华的诫命 已知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所以他也离弃你们 这是宣告 宣告什么 宣告你们有祸了 你们有祸了 你们要不得亨通 是吧 你们离弃耶和华 耶和华也要离弃你们了 结果呢 他们对 这个宣告审判的 坏消息的 严重的警戒的 这个大祭司 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他们同心谋害他 而且是在 约阿师的吩咐之下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了他 这个约阿师既不顺服神 是吧 也不纪念 耶和耶大 向自己所施的恩 救命之恩 是吧 这个福祉之恩 养育之恩 是吧 这个教导之恩 恩重如山 然后不管 把他的儿子撒了 所以你看 大家注意我这里不是在指责 耶和耶大 不是在指责 耶和耶大 用什么来教导 约阿师 那肯定就是用 用神圣的律义法 用神的话语 用圣经 是吧 摩西五经 来教导约阿师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在神的殿里边 长大的孩子 他实际上 一直倚靠的都是人 他一直倚靠 他小时候倚靠儒母 是吧 后来呢 倚靠这个大祭司 耶和耶大 大祭司 耶和耶大 死了 他就倚靠犹大的众首领 是他自己选择的 倚靠人 而不是倚靠神 实际上在前面 修圣殿的 修神殿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已经能看出端倪来了 刚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过 就是说 要倚靠谁 非常重要 你的信心放在谁的身上 这个人再好 他也靠不住 因为他会死 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有限的 那么 有人说 他应该倚靠自己 这就是很多 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人啊 是吧 你要自助 你要靠你自己 你靠自己 就更可怕了 是吧 那你靠你自己 你会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多人 现在这么多人 会得抑郁症啊 精神病啊 神经病啊 是吧 就是因为他 依靠自己 你自己的力量 你更加的有限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 没有办法靠自己啊 就我这 这一段时间 身体不好 这个 关注我的这个综合频道的人 肯定都知道啊 这是我有一个礼拜了 这个其实本来我打算 前一段时间特别忙嘛 就是啊 这个家庭的事情比较忙啊 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把家庭的事情 放在第一位的啊 因为这是家庭 荣耀自己的家庭 爱自己的家庭 就是在荣耀神 就是在爱神 但是我后来 本来本来一周之前 我就要这个 做这个节目的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 其实课早就备好了 这个时间改了N次了啊 从从这个六月二十 二十几号一直改改改 改到现在 今天是七月五号 就是我一周前 支持一周前 我就想录这个节目 但是没有录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之间血压高了 真的是突然之间啊 血压高了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啊 在我适应这个血压高的 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是深深的认识到 再一次深深的认识到 人自身的有限性 我一直觉得啊 我在调整饮食啊 是吧 我在开始运动啊 是吧 我的心态也很好 我虽然在更年期 但是我没有 常说的那种 更年期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症状 也没有什么 这个什么潮热呀 然后或者是 也没有什么情绪不稳啊 什么之类的 说实话 完全没有嘛 是有的 但是因为我倚靠神啊 是吧 所以呢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当我沮丧的时候 我就读圣经 我就向神祷告 是吧 那么 但是我发现 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衰老的 不管我怎样 什么调节饮食啊 是吧 不管我怎样呢 是吧 这个运动啊 但是 你这个机体要老化 就是要老化 是吧 你这盖子的流失 你没有办法阻止 是吧 你这个 这个血管的老化 没有办法阻止啊 这个 这个心脏的衰弱 没有办法阻止 骨骼的疏松 没有办法阻止啊 你补充营养剂啊 然后你加强锻炼 日光玉啊 等等 其实只是缓解 不可能让我 再回到年少的时候啊 我年少的时候 也没有好好爱惜 这些身体 是吧 所以说 那真的就是认识到人的有限 我就感谢上帝 我真的感谢上帝啊 就是如果 如果我 我一直都不会有 什么更年期高血压呀 不会有什么更年期的症状 我真的会有骄傲 我会觉得 你看我多好 是吧 你看我 能够自控啊 你看我 能够 这个 让自己永远三十多岁 我可能能够永远有一个三十多岁的 心灵精神 是吧 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我的身体的衰老 我没有办法 说 让我不去面对 不去走向死亡 我做不到 对吧 人是有限的啊 我想上帝再给我四十年吧 再给我五十年吧 我五十岁开始性的生活吧 但是没想到 我五十岁开始了高血压 但是实际上想一想 我既可以 既可以 五十岁开始写作啊 五十岁开始传福音 是吧 五十岁为主做工 我同样也应该五十岁接纳我的高血压 因为这也是神的恩赐 让我更加的认识到人的有限性 对吧 所以你不能够倚靠自己 你倚靠自己 你自己更是软弱无力 有限的 靠不住的 对吧 你也不能倚靠别人 因为人都是靠不住的 好人会死 是吧 坏人会骗 你会上当受骗 我们只能倚靠神 非常遗憾的是 约阿师 是吧 前半生 倚靠耶和耶大 耶和耶大死了 倚靠犹大的众首领 当他倚靠耶和耶大的时候 他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为神修圣殿 是吧 可是当他 所以倚靠的耶和耶大死了之后 他倚靠犹大的众首领 那就跟他随从他们一起 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 甚至互恶不全 无视先知的警告 因为这些先知对他来讲 哪一个能比得上耶和耶大 再说我受制于耶和耶大 是吧 几十年 他终于死了 我现在可以任意妄为了 我想做什么做什么 我想相信谁就相信谁 对吧 所以他才会 不听那些众先知的警戒 他才会听从众民杀死撒加利亚 想当年耶和耶大 是吧 把他的奶奶 是吧 赶出耶和华的殿 说不能 这个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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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秽了神的殿 可是现在呢 他却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 打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 然后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 说的这句话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想 那如果我要是撒加利亚的话 那我一定要指着这个天 是吧 上帝呀 是吧 一定要 要为我报仇啊 是吧 上帝呀 是吧 一定要把这个忘恩负义的月啊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是吧 上帝呀 你们这些人如何如何 没有 撒加利亚就说 愿耶和华 建查深渊 至于耶和华 是吧 怎样深渊 是吧 耶和华如何建查 那是神的工作 是吧 撒加利亚 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当我们啊 是吧 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如此的这样的 堕落的时代 如果我们遇到不公义 是吧 如果我们啊 遇到冤屈 是吧 如果我们遇到磨难 我们怎么办 我们应该向撒加利亚 学习 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 监查深渊 满了一年 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二十 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杀了民众的众首领 将所掠的柴货 送到大马士阁王那里 亚兰的军兵 亚兰的军兵 随来了一小队 只是不葬在 不葬在军兵的坟墓里 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 士米亚的儿子 撒波和摩亚妇人 士米利的儿子 约萨伯 至于他的众子 和他所受的警戒 并他重修神殿的事 都写在 列王的传上 他儿子 亚马谢 揭许他 作王 这就是历代之下24章啊 24章其实不是特别长啊 你看只有27节 但是内容特别丰富 因为他其实是讲了 这个约阿师的一生嘛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一年之后 耶和华的审判就来了 耶和华就使用亚兰 来了一小队 结果呢 却把大队的 犹大的军兵 杀败了 杀了众首领 将所录的财货 送到了大马士哥 往那里 所以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 世上的一切的征战 都是属灵的征战 其实属灵的征战呢 并不在于说 你做耶和华的军兵 是人多还是人少 是强大还是弱小 而在于你的信心 而在于 你是不是坚守 耶和华的道 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想着 我们要有 越来越多的人 是吧 我们这个啊 这个一定呢 要强大我们的力量 是吧 你比如说我 我们在油管上是吧 我一定要是个大V 是吧 我一定的 我的播放量要很高很高 是吧 然后我的粉丝 一定要很多很多 那不一定 你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你的播放量很高很高 可是你讲的却是魔鬼的话语 是吧 那你 你在 积攒财宝在地上 是吧 可是你有啊 很小很小的播放量 很少很少的粉丝 可是你在传讲神的话语 你在积攒财宝在天上 而且你 你传讲神的话语 你讲神的正道 你做光做眼 是吧 你拯救的是 一个永生的生命 如果有人听了你的道 是吧 听了你传讲的道 听了你的话语 然后去读圣经了 认识神了 那是多么光辉荣耀的事情 而比你说每个月进账 多少多少刀 多少每刀 是吧 几万是吧 几十万 这没有办法比的 是吧 所以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因为地上有贼偷 是吧 有这个虫子柱 是吧 会生锈 会腐坏 会败落 是吧 但是天上的财宝 在耶和华的天上的殿里 那是永久 那是永恒的 是我们的永生 是闪闪发光的 所以一人得救 众天使都要欢呼 那我回想我 我做油管 是吧 一年多 因为我的油管频道 无论是我的综合频道 还是我的学习频道 而在全世界的 散落在全世界的 因为的确是亚非拉都有 亚非拉都有 那这个甚至澳洲也有 我的观众 是吧 虽然不多 但是呢 它确实是 这个散落在全世界的 是吧 那让我感到非常的欣喜 然后呢 那这些人里边 会有每一年里面的 每一个月里面的 每一天都会有人 是吧 他们跟我一起在读圣经 他们在看我的食品的节目的时候 读书的节目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对圣经感兴趣了 对神 对上帝 开始亲近了 这是多么大的哈利路亚 是吧 多么大的这个神的恩典 那所以我们 不要在乎 不要在乎你的力量的 这个大和小 不要在乎人的多和少 不要在乎 世上的财货的 这个少还是多 而要在乎 你做的是谁的军兵 你行的是什么样的事 所以我们看 小队亚兰人 就惩罚了大队的尤大人 而且约阿师 在亚兰人离开的时候 也换了重兵 他的臣仆背叛了他 杀他在冲上 最后呢 他甚至都没有被葬在 猎王的坟墓里 为什么 因为他行的这些恶事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们想想 耶和耶大是大祭司 日子满足我而死 死后葬在猎王的坟墓里 而约阿师呢 是王 年轻力壮啊 你想七岁做王 做王四十年 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就死了 是患病 被杀 却没有葬在猎王的坟墓里 所以耶和华的审判 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杀他的是什么人 杀他的是亚门人的儿子 磨牙人的儿子 还是外邦人所生的儿子 他死后 他的儿子亚马歇 就是他做王 那么亚马歇是一个什么王呢 我们后面再接着看 如果您还有印象 猎王记还有印象 你应该知道 亚马歇是个什么王 非常可惜啊 约阿师 有始无终 为什么他会有始无终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最重要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因为他 因为他 骄傲发疯 抑郁 你当年以后 你觉得你无力了 你总是打造一个完美的人设 但是实际上 你并不完美啊 是吧 你总是想自己自强 但是实际上 你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默默咬着背脚流泪 你没有办法自强 然后可是在人前 你还要装出一副自强来 那你能不分裂吗 是吧 能不崩溃吗 依靠自己 自己靠不住 依靠别人 别人靠不住 好人好人会死 坏人坏人会骗你 我们只有依靠神 只有神才靠得住啊 因为神 是 可以检查人心的 因为神是在他万事皆能的 所以只有我们依靠神 以聆听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道 向着标杆直跑 不要向着人跑啊 要向着标杆直跑 这样 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你想我 是吧 这活的活蹦乱跳了 突然 高血压砸了我一个晕头转向 但是 我从此认识 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 我的有限 人的有限 肉体的有限 是吧 我更加感恩了 然后 我和我周旋 周旋了一个礼拜 然后 我现在发现 我能够适应这个高血压 所以我的血压 其实并没有降下去 这几天我每天测血压 但是有的时候高 有时候低 低了之后 我真的很高兴 我以为啊 好了降下来了 结果 一会再测 一天要测两次 发现又傻歪了 发现 应该是 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说 你让它下去就下去 什么 但是我发现 即使现在是 我的血压仍然啊 这是一百三十多 是吧 我的心率仍然还很慢 可是呢 我发现 哎 我能适应 我能适应了 我不再讲话结巴了 然后我头也不疼了 虽然还是 头重如果 但是我已经能够 我已经能够与这个更年气高血压和谐共处了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一者 所以我们要依靠神 依靠神 感谢神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向神那里寻求帮助 爱你们 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是2023年7月5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昨天是7月4日 美国的独立日 昨天呢 我在我的综合频道 给大家呢 分享了 余杰的大光临的一篇文章 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啊 希望呢 大家一步呢 去看一看 祝福大家 爱你们 欢迎大家呢 这个为我点赞 为我的节目点赞 评论 我欢迎大家评论啊 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 配合要赞赏我 支持我的施工 这个 每日读经呢 今天开始就应该是正式的恢复了 应该呢 争取每天都能更新 然后呢 英文 学英文读圣经呢 这个英文整本书呢 后面也会慢慢的恢复 大家呢 放心 不是断更 是暂时停更 爱你们 忙着啊 那边 欢迎大家看 明天